Hero 喔! 直接兩個人直接開始喔 圓山庫特這邊會比較不舒服喔 耶 沃浮應該什麼都 顧特的一些東西 沃浮應該都有東西應對 不過呢雖然講是這樣講的 但是 顧特馬上就進入手邊的模式喔 現在顧特 跑到牙一邊的現在是烈士 現在回歸Nutro 顧特 主導蠻大 這個Stark的 這個Stark主導 主導的 蠻主導那個賽局的 現在已經就是在找 怎麼殺Dixie 第一個殺找到了 Dixie直接內衛回場 然後直接被酷的 空前抓到 一個貝爾叫Dixie離開喔 離開他 不要告訴他 想要回到場上 那Dixie有看到 但是他沒有抓到 很可惜 你現在一直在命耶 嗯 嗯 現在 好不夠 沒有拆到 後丟 製造個手邊的機會 看Dixie能不能把握啊 直接回來 再一個後丟 可是顧特剛剛放了一個 空前 又前搶了 不太好 因為他直接盾 我走了 進回來 沒有 位置也好 猜對了 但是時間差一點 哇 直接一個Drop down的貝爾 覺得4% 完蛋了 超危險 其實我覺得那種高速移動的 因為 因為 大家 都沒有很熟悉那個狀態 所以 那些勇者 好像 很多人都沒有很熟悉吧 所以他們都是用最高速 完蛋了 所以你反而很容易抓到他的位子 你們抓到他大概要幹嘛 雙 雙BUFF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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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在Dixie完全被摸到 開槍拿一些% 庫特想辦法 就是 這庫特直接 往外滾 是好的選項 正確選項 完了 死了 然後直接抓他的 懲罰 顧特領先一命 但是99% 漂亮的UP2 固特會想要 喔 剛剛那個還能拿到SWB還蠻棒的 嗯 就說 對WRF來說啦 別人不棒 嗚對阿 WRF很開心 打那麼高 LAURA 再到了 終於 人的公平對這 大家都一命 你知道嗎 好 不夠 唉 防盾 聽得來不做 因為你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放 也可以 那其實就是按著 對阿 因為他也不能做變化 是啊 你可以只打盾 只用盾打 他的變化就後面沒有能接啊 因為硬直太長了 他就只能撤退 Dixie招牌 Pity Dixie拳 他們兩個應該是繼續選PS2 Gentlemen Dixie拳摘在庫特的手上過一次 Dixie拳摘在庫特的手上過一次 喔是喔 他自己也在去 Dixie拳摘在庫特的手上過一次 Dixie拳摘在庫特的手上過一次 Dixie拳摘在庫特滾過去 然後4-2 他就死了 然後那個賽就沒有了 所以也不能錄太多次 偶爾來一次 有時候有時務說 - 先撐到沖刀的位置,不然就用BOOSTPRAP - 用衝A的充電器 - 熱農,我不會 一場駛 - 塞克- 打得很小心喔- 嗯 - 要知道錯一次就會死了- 喔 還是不見了- 因為他打盾了 - 啊 一個後丟 欸 前丟- 嗯 - 不會也會殺 蛋紅 可能他知道不會吧 - 至少手邊- 喔 - 還是前丟- 他可能想要保存那個他的- 不要讓他死掉 - 啊 - 啊 有了 欸 沒有這個- 啊沒有沒有過去- 因為被- 被那個- 他盾嘛 然後被那個- 起身攻擊打到 - 啊 還不夠- 他沒有- 那個- 那個 Connection - 啊 還不夠- 他沒有那個- 那個 Connection - 誰能拿到這一命呢? 真緊張- 啊 哈哈- 倆武選擇用 UpTilt- 對 然後現在 洛福如果我能夠像勇者那樣 up 剛剛那很危險 因為勇者領先就是他可以 跟你亂換 自爆啊什麼的 好很漂亮的選項 他的成本降低 啊 嗯 正好 嗯 probably 那在多久 對 住手 懂 suspended 那 Drama Cont 안돼 激滅 援護招牌 手腕 抨制 抓到他的滾 然後再 但是還在繼續 percent沒有停 直接收掉了 直接收掉了 然後順便自己站起來 我覺得庫特剛剛被打到去的時候有點慌了 沒有想到害個貝爾 突然不知道要幹嘛 醬病